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寒流来的时候 每10分钟就要回来 就上面底下温度一样 这4小时之内 它就起两个糖果造用 位于新北市石定区 有一户藏身在山丘上的古早味麦芽高店家 绰号正常博的老板王正常 生为1943年 今年T43岁 依然坚持使用传统方式制作 每天凌晨三四点便会起床烧彩和生活 用天然麦芽熬煮麦芽膏 糖化后脱水将杂质分离 取缘之后还要熬煮5至6个小时 会这么非公 反复的翻动柴火 将火火控制恰当 全部都只是为了这一锅又一锅的麦芽膏 主播院当年的诞生 主要为了帮正常博的毒生子王洪健戒毒 十年内不停游走在毒品的诱惑底下 直到七年前从监狱出来 他靠着决心也多得有租博院帮他戒掉毒瘾 一开始创业时 王洪健每个周末固定到十定老街 摆摊销售麦芽膏 加上正常博的经济封锁 强制性要求儿子搬回山上住 才慢慢的让他脱离的毒瘾湖海 现在的王洪健 故事研发出新的配方 制造麦芽膏椅子醋 还借了毒瘾 娶妻生女 担起麦芽膏生意重责 正常博说啊 现在儿子煮麦芽膏更比他厉害了 我要保持品质 现在我做这个是要有个社会的 不是说算多少 是品质要顾好 这个很妙子 所以是你的品质 像我这个装起来 显示节600克 可是我这样装满看起来很漂亮 结果趁结他不600克还是700克 五斤中我就给人家无所谓 瞧着金黄色的麦芽膏 吃起来不黏牙 口感甘甜 你知道吗 麦芽膏除了可以泡牛奶 烤吐司面包 还可以消除口臭 便秘 声音沙哑和叫火气哦 我画一周李志贤 莫永兴编辑播报 他可能会的音乐 词作词 载音乐